非常有意思的两段话 第一段话是 双方强调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的发展道路 注意啊 各国应该相互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根基 大家也知道中国和美国社会制度并不相同 但是在这样一个联合声明里头 明确的有尊重对方对于发展模式的选择 还有后面紧跟着就是 成熟的合作伙伴 平等的合作伙伴 是面对分歧的 直接说我们是在人权领域存在分歧 但是我们要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去谈嘛 明年二月底中美就会又展开人权对话 你看平等的另一个含义就是 有不同也可以开诚不公的交流 这在以往在历史上的其他公报也好 声明也好 这样的两段话 在中美的联合声明里头非常清晰的出现 那在我的印象当中 这应该是第一次 如此清晰的这种表达 而且尤其在尊重对方发展模式的这种选择等等 我觉得这是2009年的鲜明印记 所以有专家说 在对于这次奥巴马总统访话来说 并不是说中美之间在具体哪个领域取得了进展 关键是中美之间要用一种新的平等的方式 没错 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段还有一个代表了中美之间的平等 我觉得平等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双方欣赏对方的优点 但是发现对方缺点的时候也能够开诚不公的说 你得改一改 或者说不足也不能叫缺点 或者是从需求来说希望你有所改善 在这个联合声明里 居然后面有这么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显然是美方希望中国会去今后贸易方面更加平衡 而且要扩大内需 美方要完成什么呢 要扩大储蓄的比例 而且要减少赤字 你看这是非常平等的一个 显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你不能总在那印美元 你的赤字得减少一点 你得平衡一下储蓄你得增加 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贸易别种顺差 然后别种依赖出口 你的内需也得扩大 我觉得双方的需求在这个时候 更代表的也是平等的重要的标志 有缺点有不足 从对方的角度来看 希望好一点改善改善 咱们都受益 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一加一 今天我们的话题关注的是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访华 我们的节目稍后继续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一加一 平等也好 平时也好 做到这一点的基础 就是双方都要有一种平常心 来跟对方打交道 在未来 我们双方彼此都能够拥有它吗 赞叛 学习 愉快 这是奥巴马此次访华中 多次用到的词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